美军的美军 美军消灭了最多的敌人 这并不是怕死的结果 而是善于作战的成果 美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主要是因为美军不怕死 一个例子就是飞行员 伤亡了200多名飞行员 但没人能够休假 因为在达到休假标准之前 这些飞行员就牺牲了 这是很具有牺牲精神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凯尔卡彭克 为救护两个战友 用身体铺住手榴弹 这种为了队友牺牲的美军 是怕死的吗 美国人也善于用自己的身体 压住手雷来拯救队员的生命 没有牺牲精神的人做不了 其实美国兵真的不怕死 应该正是他们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受伤友牺牲的家人 失伤友牺牲的家人